历史上造反最多的是四川 最爱国的还是四川 四川人骨子里面的血性 隐藏得太深了 九个大一统的朝代 五十多个小朝代 每次起义都有它的身影 从秦朝到民国从未缺席 史书记载四川起义三百余次 有十四次形成了割据势力 你让我不舒服 我就不惯着你 怪不得清初的欧阳纸写的 孰景录有这么一句话 天下未乱属仙乱 天下已至属后至 历朝历代的萧雄打天下 最难打的就是四川 他四面环山 成都平原土地肥沃 地势一手难攻 四川人骁勇善将 全天下没有比劲 更难打的地方 虽然造反最多的是四川人 但若爱国那也是一等一等 四川地主西南少数民族特别多 都有各自的风俗讲究 少不了各种摩擦 大家一言不合就开干 都说北方羌龙一敌蛮湖 民风彪悍 骁勇善战 古代的大西南 那也不谎多让 不过大家内部打归打 一旦有非我族类入侵 那又能将这血性移至抗敌 公元1235年 很少中亚的蒙古大军 攻打到了四川 四川人凭一地之力 硬生生的正面扛了57年 连蒙古大汗 蒙哥都毕命于钓鱼城之下 蒙古人最后用迂回战术 从南面才打了进来 因此一占领就展开了打屠杀 进成都一成就死亡了140余万 四川男儿没有一个是跪着死的 明末清出张献中搞打屠杀 清兵入川以后 四川满心又因为反清复明 遭受了满清铁骑的血血 到了清顺至16年 全川人口仅剩下了8万 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四川仍然血腥不改 身为全国战场的大后方 出的钱粮是最多的 抗战全国支出14640亿法币 四川就负担了4400亿 从1941年到1945年 四川贡献了稻谷 8228.6万代 占全国征收稻谷的38.75% 四川出人也是最多的 257万川军出川抗战 64万多人伤亡 参战人数之多 牺牲之惨烈 居全国之首 但四川人的血腥从未间断 四川的建川博物馆 就收藏这么一面棋 白布中间一个大大的死字 刺其一面石壳随身 伤食逝血死后果实 这是1937年冬 四川安县曲山镇王健堂 与一百多名热血青年 即将出发抗越时 他的父亲王者成 赠了一面出征棋 四川人的血腥就包含在这面棋里 智氏打工稳如熊猫 乱氏打仗猛如虎豹 这就是四川人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